引进不到一个月,韩国就打了印度一响亮的耳光,不等自己玩出花样,直升机自己就出事,这是印度开光惹的火。 印度近段时间可以说是厄运连连,先是月船二号在发生前遭紧急取消,而后期登月计划又以失败告终,这也让印度航天的声誉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。 不过真正说起,印度最惨的还是在战机方面,各种摔飞机成了日常不说,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也在表示,只要是和印度空军搭上关系,飞机就有了出事的风险。 据印度媒体9月初的报道称,印度空军基地引进了首批次共8架AH-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,为此印度军方还举办了隆重的仪式,甚至请来一位老法师开光,但没想到的是,这才过去不到一个月,阿帕奇直升机就出事了。 作为一款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,著名的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的后续型号,AH-64武装直升机,向已被世界上1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。 凭借着卓越的性能,优异的实战表现,阿帕奇一次诞生之日起,就成为了全球武装直升机综合排行榜第一名的存在。 这样一款出色的直升机,奥里说,本身质量也是非常可靠的,但就是印度对极开光之后,印度的霉运或许就与其捆绑在了一起。 据越南媒体最新的报道称,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在近日表示, 近2018年从美国接受的6架阿帕奇直升机出现了问题。 季节上,在2018年到2019年的几次测试当中,阿帕奇上的雷达错误地识别了101个目标, 最多的一次还曾误设了18个目标,同时5G雷达还无法识别出水面上的任何目标, 为此韩国是恼怒不已,而对于此事,美国方面甚至还拒绝发表评论, 可见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阿帕奇身上。 韩国国防委员会成员李忠明直言,如果雷达工作不正常, 这些直升机将无法完成任务。 尽管此次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印度,但网友还是第一事件将印度与此联系了起来。 不少人拜师,或许真是印度开光了,将美运一起附了上来。 未来,阿帕奇将完蛋了。 尽管这只是网友的戏言,但有意思的是, 中国军事专家杜文龙曾表示,印度用阿帕奇的话搞不好以后每天山上全是阿帕奇的残骸。 而此次韩国发生的事似乎也在表示,杜文龙的话或许将应验。